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教育人生 我是高维旭 那些加全指数在平凡复兴做一个整理 航行路况我的看法依然是震荡往下方向不变 震荡往下方向不变 同志朋友 从去年到现在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连同最近八个 重要的华益的转身的时间点 我都跟投资朋友做一个说明 我跟投资朋友说明 你能华益的转身避开风险 你就不会输 你有办法掌握到机会 撞个大波段 你就会成为赢家 不只告诉投资朋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八个 华益的转身 连 1月3号 1月4号 1月7号 冲农进场的时间点 3月11号 12号 3月25号 以及 今年的5月28号 我都有跟投资朋友报告 华益的转身 航行路况震荡往下方向不变 很雷同这一段走势 去年11月份股债这段走势 你先避开1200点 跌了1200点 跌了1200点 大家觉得差不多结束了 很抱歉 又再下来 跌了480点 多数投资朋友 你不是我会员的投资朋友 请不要乱做动作 我再次强调 你不是我会员的投资朋友 请不要乱做动作 我们在会员 在这段时间里面非常保守 我们几乎是清空股票的 我们保有大量的现金 保有操作弹性 我们不做动作 我们不追流行 上一半已经举例太多股票了 但你在追流行的时候 都很容易受伤 都很容易受伤 我们可以休息 我们可以等待 等待什么 等待合理的出手的时间点 或者出手时间点 大多数投资朋友 因为会害怕 每次出手的时间点 滑意的转生 出手时间点 你都会害怕 所以你都会听信 你的同温层 每个人家买进你就进去买进 每个人家有卖出 你就进去卖出 可是大多数人 因为你没有组件 所以你都会害怕 你很容易输钱 大多数人必须输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我还是建议非会员 再次强调 我建议非会员的投资朋友 请你们要留意 还有往下的风险站 路况行情还是往下的 你不是我的会员 你真的不好操作 即便我们6月19号开始 减码 减码有赚有赔 我们等待拉下来 这段时间 在昨天之前 我们都没有出手 再买进股票 但是我们可以买进股票的 因为我们在6月19号之后 我们一路就是减码 换成大量的现金 保持操作弹性 我们是唯一争相实弹 可以带会员 有资本有子弹 进去买股票的 买 是不是要可以的时间点出手 是不是要有把握的时间点出手 这还是重点 这还是重点 可是你要买 要买什么 投资朋友 你不走会员 你千万不要乱做动作 买你要买什么 什么时候要进去买 买的时候 当下你敢不敢进去买 因为大多数人会买 会怕什么 一买就跌了 他一定要涨上去追 他才愿意追 他才敢追 可是在拉回的时候 他不敢进去买 不敢进去买 我们 我是朋友 这一种盘中拉上去 啪啪啪这样拉下来 你敢不敢买 敢不敢买 还是你要在这个时候 看到他上去有创新高之后 你要进去去追 大多数人会在这边 进去买股票 为什么 因为创新高了 你才去追价 可是如果当天凡事 你觉得他产业面 基本面是可以的 在5G AI这个部分测试载板 他是可以的 他会打下来 你敢不敢进去买 这个这需要什么 这需要什么 需要勇气 需要无所畏惧 开买的时候 你要不要无所畏惧 你要这个时候买 还是这个时候买 差一点就很大了 今天唯一出手的就在这边 普通会员市价买进 叠下来的 132.5 在这里 我们6月19号之后 等待了很久 我们出手就竟然掌握有把握的 买完之后震荡一下 上去了 你要这个时候买 这次的时候买安全 抠讯证据在这里 10.09分 市价买进 先进基本部位 这就是委屈的操作 非会员的投资朋友 请不要乱嘴甲 请不要乱敢流行 操作 未来 不会很简单 每个人要是跟你讲说操作很简单 我觉得那是 骗自己也是骗你的 操作一点都不简单 等待是为了要把握 下一次出手的时间点 你出手你就要谨慎 该出手我们出手 不该出手 一点风险 不必要的风险都不要去冒 这样你才有可能成为股市上 交易的霸主 懂得华力的转身 懂得掌握机会 交易的路况 由我带你做 你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我是高尔徐 做他操作身体活力满满 身体健康 我们明天见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